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若不饶恕人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站着祷告是古时候的人 正常祷告的知识 而耶稣把祷告和饶恕连在一起 表明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此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耶稣为什么在教导门徒祷告后 紧接着就教导他们饶恕呢 因为饶恕别人的过犯 应该是基督徒的生命表现 因为深知自己蒙受上帝的饶恕 与救赎大恩 因此自然产生了饶恕的行动 过犯是错误过错 罪设不重地的意思 正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犯错 所以这里主要我们去饶恕人的过犯 特别这个过犯是别人得罪了我们 而带来了我们对他的怀愿或苦度 饶恕是动词 有取消 原谅 允许 容忍的意思 在这里有 在这里有前走某个人或对某件事放手的意思 主教导我们饶恕的重要性 因为饶不饶恕人是牵扯到天父 饶不饶恕我们的问题 什么是饶恕呢 从原文的意思 也可以说就是放走这个人 当我们恨一个人的时候 就好像把他关在自己的心牢里面 而当我们饶恕他的时候 就等于是把他从我们的心牢中释放出来一样 感谢观看